第1578集 非我足类 莫先生 你好 我是山本琉璃 你好吗 山本琉璃双手拿着电话 打开了免提 对面坐着山本五十七 但是山本梅雪不见了 哦 琉璃小姐 你好 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山本先生到中国来了 他在北京玩得好吗 莫小鱼问他 嗯 很好 他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 这些天一直都在到处游览 不过 不过怎么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嗯 其实也没什么 这事儿我真的不好麻烦莫先生 没事儿 我们是朋友嘛 对不对 是不是经济上有什么困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钱的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私自揣测我父亲的心思 他虽然在到处游览 但是他好像并不开心 好像是 好像是因为和你有关 嗯 你们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啊 山本琉璃吞吞吐吐吐 终于是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晰了 对面的山本五十七向女儿竖起了大拇指 啊 你说这事儿啊 我知道了 请你告诉你父亲 我这几天呢 就能到北京去 对方已经同意让他看看东西了 但至于人家卖不卖 我不知道 我只能是让你父亲和别人去谈了 莫小鱼说道 山本五十七听到这里 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 莫小鱼知道 山本琉璃打这个电话肯定不是小丫头自己的意思 肯定是和山本五十七有关 听到对面拍大腿的声音 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啊 是吗 那我就等你回来了 嗯 另外 我在姐姐打工的这家店学到了一道新的中国菜 莫先生来了 我做给你吃 山本琉璃羞涩地说道 好啊 谢谢琉璃小姐 我一定会品尝的 莫小鱼挂了电话 自言自语道 老家伙撑不住了 哼 这样也好啊 这样他就可以被我牵着鼻子走了 哼 否则的话还真是不好摆布呢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 莫小鱼一直都在看表 按说顾医的药也应该发作了 不可能真的要等到二十四小时吧 你放心 阿哥 没问题的 你要是着急 我打电话问问小废花吧 对面坐着吃饭的顾依依说道 喂 你们在说什么呢 拓拔青碗问道 啊 没事 阿哥在关心大事呢 顾依依换音未落 他的电话响了 是小飞花打来的 喂 怎么了 莫小鱼故作镇定 你快过来一下吧 木正齐疯了 正在砸东西 刚刚把陈南罗的头都给砸破了 小飞花着急的说道 不是让你守着的吗 你去哪儿了啊 莫小鱼生气的问道 你 你 你快点过来吧 来晚了就完了 小飞花说完就挂了电话 依依 跟我走 千万 你自己吃饭吧 我待会就回来 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去北京 莫小鱼说道 哎 这就走了 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拓拔青碗问道 但莫小鱼和顾依依都没时间搭理他 莫小鱼是不想说 顾依依是不敢说 莫小鱼和顾依依到了 穆正齐所住的酒店时 发现这里已经被警察和救护车围住了 莫小鱼费了好大的劲 踩到了穆正齐所住的房间 此时 看到陈南路被抬了出来 头上满是鲜血 而穆正齐则是被警察反靠着压了出来 此时 莫小鱼看到了小飞花 原来是小飞花帮助警察制服了穆正齐 哎 怎么样 陈南路没事吧 莫小鱼低声问道 嗯 倒也不是大事 只是被银灰缸砸破了头 虽然留下很多 但人没事 你放心吧 莫小鱼点点头 看着依旧是大喊大叫的穆正齐被带走 莫小鱼心里松了一口气 走到没人的地方 莫小鱼给米先生打了个电话 这里的事情要告诉他 否则的话 怎么才能稳住他 要给鹰木真子争取足够的时间来 喂 米先生 我是莫小鱼啊 呃 这边出了点问题 穆正齐把他老婆的头给打破了 穆正齐也被警察带走了 他们的事情可能要缓一缓了 呃 我知道了 这事要耽误多久 我已经给杭叔打了电话 让他去和上海的警方交涉 争取早点把穆正齐捞出来 穆正齐这个家伙 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来 你先等我消息吧 米先生说道 莫小鱼挂了电话 想到米先生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快 看了看周围 发现了令狐蓝心 这才意识到 肯定是这个娘们汇报给米先生的 哼 这下好了 看我怎么一点点把你拔干净 莫小鱼正想着 就朝着令狐蓝心走过去了 哟 令狐小姐 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别来无恙啊 来了上海也不来见见我 我看你是把我忘了吧 哎哟 莫先生 我倒是想去找你 奈何你身边的美女太多 让我自餐行馈 不敢过去找你啊 如果莫先生现在有时间 不如去我的房间坐一会儿 令狐蓝心眉目流转 看着莫小鱼说道 好啊 我正好也有些事 要和令狐小姐说呢 于是 在顾依依的注视下 莫小鱼和令狐蓝心 一起去了她的房间 只不过 莫小鱼背过去的手 朝着顾依依勾了勾 那意思 是叫她也跟着过来 莫小鱼一进屋 就坐在了沙发上 然后呢 翘起了二郎腿 看向令狐蓝心问道 说吧 你叫我来坐坐 就是单纯的坐坐吗 令狐蓝心大胆地 坐在了莫小鱼的旁边 一只手摸向了 莫小鱼的大腿 来回地摸缩着 莫小鱼不为所动 伸手 拿掉了令狐蓝心的爪子 拿掉了令狐蓝心的爪子 有事说事吗 你知道 我不缺女人 更不缺你这样的女人 我这样的女人 我这样的女人 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陈南路和杨艳妮 都是和我一样的 我怎么觉得 你对他们就那么好呢 因为他们至少是中国人呢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令狐小姐就算了吧 说吧 省事 我知道 皮特死后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事情 蜜先生已经很难 再拿到那座矿山了 不如 我们直接合作 如何 令狐蓝心问道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靠谱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